哈喽大家好 我是耀滚大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天津传统小草 草素杂烩 还我改道切成菱形片 准备点尬巴 这就是糟点摊埋的 面筋切块 今天这个菜面筋就不用熟悉了 随发冻笋去掉根部 笋劲切片 提前泡点木耳 水开后放冻笋炒一分钟 木耳虾锅烫一下就行 炒完水烙出备用 油温四层热扎一下尬巴 火别开太大要用温油炸 虾锅之后先别罢了 让尬巴定下行 现在尬巴已经自愣起来了 扎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再扎就过活了 把尬巴烙出来控油 同样用小火扎一下面筋 等面筋也扎自愣了 烙出来控油 尝一下扎了怎么样 嗯够脆 锅里加底油下酱沫腔锅 加酱油炒出香味 加少量水 加半块酱豆腐再带点塔 井味素肯定离不开酱豆腐 就不用额外放腌了 酱豆腐和酱油都是鲜的 加水淀粉苟芡 大火把汁手浓 放木耳笋片炒匀 淋化酵油 放黄瓜片 嘎巴和面筋 反炒几下 让汁包在主料上 一道鲜香酥脆的锦味消炒 炒素杂烩 这就得了 趁热尝一口 好 很棒 很棒